屏東萬丹的泥火山在今天早上又再度噴發了 而這已經是今年以來第三次 由於泥江是從地面湧出噴發地點 則是在先前受災寺廟建築的東西側農田 農民因此苦嘆了 說原本種植的紅豆即將要收成 但是如今遇上泥火山噴發 就怕血本無歸 萬丹泥火山又噴發 為力驚人 農民一早忙著就田 這回泥火山噴發口有兩處 泥江往四面八方蔓延 周圍較低的農田全被淹沒 村民苦不堪言 萬丹寧火山噴發光今年就有三次 四月八號滾燙寧江衝破兩道門 流進宮廟 六月二十八號寧江再噴發 最高半個成人膏 隔不到四個月第三度噴發 毀了大半紅豆田 外天游客聽聞消息 趕來看泥火江爆發奇景 和村民兩樣情 放眼望去之前流下來的泥土 都堆成一座座小山 還沒清完又發生泥江爆發 村民憂心農田被毀 辛苦農作孔邪本無歸 隨著泥江一流又是一陣兵荒馬亂 記者林安平平東報導